大家好,又到了收市之后的EJMarkets的时间,我是李软盈 港股经过连续三日的下跌,每日跌少少之后,今天终于继续回稳了 似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有机会被弹劾,又摊冻了 于是外围企与港股今天比较不错,指数方面虽然升幅不是很大 今天高开35点后,其实恒指曾经跌过,曾经高开35点后 最理想的时候恒指升过129,也曾经跌过13 收市轻轻升38点,收25175,升0.2% 成交来昨天的900亿,缩减701亿多 国企指数方面,今天亦平开之后,曾经跌过30,也最理想升25 收市终于跌4点,收市10267 好,今天看起来一些,虽然指数不太移动,但其实整体大致不错 5成7股份上升,恒指成份股又6成股份上升 国子成份股也差一点,只不过只有3成3股份上升 我再看10集有港股,全有收市 第一位就是,哇,700腾讯没得输了,真是 今天再升5.01元,没办法 所有的血商几乎只有一个推介,就是要买 好,接着就是3333 恒大升7.09,升4.9% 公行跌1线,汇控跌4毫 刑负基金升5线,中移动升5毫半 恒息处ETF没有起跌,中行跌1线 港铁跌1.7毫,跌3.8% 939建行跌1线 好,今天还有 好,今天其实虽然指数不太移动 其实热点是多多的,包括有保险股 中上游汽车股,煤炭股,电力股,堵业股 本地地产股,都普遍向好的 不过因为热点太多了,不能进入 只说升更多股份,跌的是什么呢? 还有,瑞兰星事件之后 今天轮到捉着信羽光学股 因为它停牌,信羽今天跌了3.5% 是跌幅较大的手机股 好,但今天哪些升幅较大的股份呢? 就是有什么呢? 先说这件好消息 就是今早10点 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 在南海北部的 南勤一号转井平台宣布,成功试彩天然气水合物 究竟天然气水合物是什么呢? 它们主要是寻藏在海底的地层 或者是陆地的冰土带里面 这个样子很像冰,一点火就着 所以俗称叫可燕冰 可燕冰很厉害 可燕冰被视为未来新能源 因为它产生的能量比煤石油天然气 大约多出几十倍 燃丝之后没有残渣,大幅减少污染 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那些可燕冰点着在水里 你看到有火就是这个意思 今次在南海的试彩 一连续8天都稳定产气 平均日产是超过16000立方米 这个海域的可燕冰蕴藏量是全球最多 开放难度都最大 今次可以说是全球第一次 成功开彩海底的可燕冰 可以说是历史的突破 好,这么高兴了 今天这些油田服务股真是好喜可賀 其中这只巨淘海人石油升幅最大 升了1.3% 接着就是中海油田服务也升了3.5% 好,除了油田服务股有理想表现之外 今天还有就是钢铁股 那位发言人猛偉就说 至目前为止 今年我们全国已经退出的钢铁产能 由3-170万吨 完成了年度任务的6.3% 现在升至5月都已经完成了6成多 而且取代劣质的地条钢 也可以确保在6月30日前彻底完成 说钢铁股今天做得很好 好,其中就是以赤安钢升幅 再升了5.2% 马钢升4.9% 或者西黄特钢升5.9% 重庆钢铁升3.7% 好,说完钢铁股 还有内房股 大家还记得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 上月70大东城市 新建住宅价格 按年升18.7% 不过内房股隔了一天才有反应 今天的内房股 看看升幅较大的 除了入了十大恒大之外 还有碧桂园升6.1% 下午最多升过一成半 收约也有理想表现 消息最新的 都是说上星期已发过营起 说预计去年盈利会大幅增长 不过主要原因 是因为它的金融资产投资 陆德的未变现 公运值变动 不是说森业没有什么大变动 你不要理 大家先炒 还有这一只 公布大折扬批股之后 连续跌了四天 跌了三乘四的 編号65号 宏海高薪资源 今天大幅反弹 四天内跌了三乘四 升毫霸收三毫八仙半 是升幅最大的港股 看回大家 宏海高薪资源 有什么新消息 其实上星期五公布 记住一个星期之前 就向不少于六名成配人 以每股一毫一 比当日收市价大幅借用六成半 配售最多十亿新股 真是挺好 宏海跌了四天 昨天最低都是二十点五仙 接了一毫一那批货的配股人 现在昨天还有赚八成六 今天竞升更加赚了二点五倍 大家真是不恨得那么多了 另外一间有好表现的 就是二四一編号的阿里健康 它以每股三个二 快行大约十一亿八千八百万股 向恐股股东附属收的保健食品业务 今日它的估计也是显著做好 收三或七毫九升三毫八 升幅一乘一那么多 另外这只个股 就是现代木业 它股价跑输 它今天跌了五分之五 收一个五毫七跌九先 它的消息就是 无牛与业 它就快行一亿九千四百万股 美元的五年期可换股 不计息债券 不过到期之后 是可兑换它持有的一一七现代木业 换股价两个一毫九千二点一九九半 是读不到的 如果全数兑换 相当于现代木业二八行股本一乘一 换而言之 即是说 无牛借钱就用现代木业股份还 现代木业股价跌 无牛就升一毫升十五个三毫六 另一只被独立股评人 David Webb 成为五十只不能持有的 港股之一的三八八六康建国际医疗 它今天才有些大反应 股价跌了一成收 一个一毫一跌毫二 它由五月开始已经七次回购 今天都顶不住 再看内地股市 有这么好的消息 开彩可言兵也好 内地股市一样都没有起息 上证指数今天反复升了0.5点 成交显著缩减到一千五百零几亿人民币 深圳成分股指数反复跌三点收9,971 深圳A股创业板指数反复下跌 14点收1,801跌0.7 好了 未有今晚 还有经济数据不是太多 昨天美股反弹没什么好解释 只是说经济数据比预期好 所以今晚看看经济数据 是不是都是理想 不过就没什么 所以再看看特朗普有没有大嘴 港股方面似乎继续都是沉顶价格再大 升的机会似乎不是那么大 好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留下星期一再见 拜拜